火车原本直线行驶突然往内线切车 内线货车被夹击撞护栏失控侧翻翻车 碰得一身倒在车道上 而肇事的货车偏离失控 再往右侧偏撞上中线的自小客 连续撞击两三车车祸 导致自小货车的驾驶以及乘客受伤 高雄左营区驾训班的教练车上路 右边这辆偏离行驶往左边切 左边这一辆突然骤停又切挡道 小货车驾驶猛按喇叭就怕被撞伤 网友看到这段画面超傻眼 不能去别的地方练吗 教练在副驾驶座应该很紧张吧 两大行动路障 执行车占用最内侧或最外侧或专用车道 储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滑缓 另外这辆水泥车在高南公路慢车道 高速奔驰 再超载车道狂钻车缝 先超一辆自小客再超一辆工程车 惊险B车画面曝光真的让人捏把冷汗 警方表示慢车道限速40公里 有没有超速还要厘清 但超车没打方向灯最高可开阀3600 也没保持适当间隔 最高可开阀2400元 驾驶违规开车致下荷包恐怕大实现 既有评论高雄组组报导